我们准备开始上课 我们准备开始上课 OK 我们这个章节 探讨的是 企业的 非例行性 中短期的决策 中短期的 非例行性决策 在企业管理里面 有一个领域 在企业管理里面 有一个领域叫做 决策行为 决策行为 强调的是 我们人类所有的行为的核心 是决策 大家相不相信 为什么在企业管理里面教 因为企业也是由人组成 每一个人的决策 最后形成了整个企业的 所有的决策 或者说是未来的发展 或者是未来的方向 所以从研究企业的决策 到研究人类行为的决策 那发现了 我们的行为的核心 叫做决策 就是每一个人 他今天我们看到他 不管做什么 都是他的决策 张嘉颖同学 你在跟旁边这一位 王昌如同学 对不对 两个人在聊天 这也是一种决策 张嘉颖同学的决定 他觉得这个时候 一定要跟王同学 把那件事情讲完 虽然我们已经开始上课了 不过他下意识 他的决定行为仍然是如此 不过这个是一个例行性的 还是非例行性的 应该是非例行性的 所谓非例行性的 就是偶一为之 而不是一天都在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OK 这个方例同学 中午吃了饭没有 中午吃什么 吃很多 我是说你吃饭还是吃面 还是吃饭配了很多菜 有在哪里吃的 学校的餐厅 食堂里面 OK 中午吃饭为主 为什么不吃面 不喜欢吃面 你什么时候开始不喜欢吃面 一直都不喜欢吃面 OK 那你为什么不吃面包 也不喜欢吃面包 所以你中午吃饭的决策 是因为你喜欢吃饭 而不喜欢吃面包 也不喜欢吃面 我可以这样子大胆的推测出来 那你中午一定都会吃饭吗 有没有偶尔不吃的 有为什么不吃 那个决定是什么 那个决定是什么 不想吃 所以中午不吃 但是是不是时常不吃 所以我们可以判断 中午吃饭 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叫做例行性的决定 例行性的 因为每天都要吃饭 将来要考研究所 要考 准备考 OK 那将来要考研究所 是非例行性的了 因为很难得下一次决定 不是每天都在下 请记住 下决策 所谓的例行性的是 每天一开门 采米油盐酱醋茶 每天都在做的决策 决定 那非例行性的就是偶尔为之 那例行性的决策里面 常态性的比较多 在我们一般的行为里面 我每天每天都要吃饭 每天都要喝水 每天都要干嘛的 这个叫做例行性的 那非例行性的就是 也许久久的才做一次 那考研究所人生的重大决策 很可能呢 这一辈子就这么一次的决策 但是有可能 比方说 谢佩颖同意有没有摩车 谢佩颖 我没有念错吧 谢佩颖同学 没有摩车 你没有摩车啊 你不会骑摩车 会啊 那要买摩托车的话 是一个例行性的决策 还是非例行性的决策 非例行性的决策 因为买摩托车 很可能不是每天都买 要买一部的话 一买下去搞不好可以 骑个好几年 所以它是一个非例行性的决策 所以我们可以强调 但是买摩托车的决定啊 可能可以很短 非例行性决策 可以很短就做决定了 也许 有钱的话 也许三天就决定了 也许顶多三个月 研究一下这个价钱 功能性别性能 等等之类的品牌 可以搞不好搞了两三个月再决定 但是可以很快的下 这个叫做短期性的非例行性决策 那考研究所呢 很可能是比较长期的 因为这个到现在才大二 大三 可能要到大四以后 才要决定要不要考研究所 所以可能是时间比较长 所以我们在这个 做这个分析的时候啊 我们基本上先了解到 什么叫做非例行性 什么叫做决策 那这个章节就在讨论 非例行性的决策 那回过头来讲 为什么刚刚强调的 决策行为学派 认为人类的行为核心就是决策 因为你所有的动作 都是透过你的决定 来完成的 同样的我们再问一个同学 侯玉芳同学 来上这个管理会计 现在出现在这个位置上 是不是你的决策 是你的决策 也可以不来嘛 对不对 理论上来讲 理论上来讲 除非被老子逼的不可以 但是这种决策决定啊 要出现的话 还是会有中国一般决定嘛 礼拜一下午 两点钟要上管理会计 但是如果真的有事情在忙的话 搞不好就可以不用来 请个假就好 这也是一个决定 所以我们说每一个人 他每一天的行为都是要决定的 现在要喝水是因为口渴 可以可不可以不喝 也可以不喝 也可以喝 这也是一个决定 请注意有些决定啊 有些决策啊 我们已经做得太习惯了 每天都在做 所以不认为它是一个决策 因为从小开始懂事以后 就已经在做的这种 可能你认为 本来就是不喝水会死 如果长期不喝水 当然会有问题的 搞不好会渴死 但是每天这一刹那 要不要去喝水的那一天 有的时候也是可以做一个决定 来安排的 所以行为学派认为决策是 人类行为的核心 它的前提条件就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只是把它很严肃的 来看待的时候 我们今天强调的是 你喝一杯水 你买一瓶水 你的决策怎么下的 买一瓶水很简单 我口渴 我看到这个瓶子漂亮 我就买了 这个决策大概很容易下 但是你如果要买一栋房子 这个决策可能就很难下 企业界也是一样 这个如果说今天这个企业界 要买一个原子笔文具纸张 可能很快就决定 但是决定要盖一个工厂 可能就很难了 所以我们这个章节 主要讨论的 就是如何做所谓的决策 而这个章节把决策 把它专注在中短期的决策上面 我们上个礼拜提到过了 跟着看我们的个案 这个个案里面 上个礼拜也稍微描述过 再强调一下 就是明基 明基电通在10年前 是一个寒水会结冻的上市公司 这个所谓的韩水会结冻 就是他们的那个董事长李坤耀 在当时 这十多年以前的知名度 甚至临驾郭台铭之上 那个他是一个很活跃的企业家 而且是从宏基集团 第二代的企业家里面 很出色的一位 这个李坤耀本人 他在这个从宏基出来之后啊 他主导了这个明基电通 明基电通在他的领导之下 年年获利 甚至现在我们看到的友达光电啊 当时也是明基电通下面的子公司 他是母公司 那他们在2005年10月1号的时候 并购了所谓的西门子的首席事业部 这个并购的案子在当时来看 几乎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并购案 因为德国的西门子 除了这个百年的老牌的这个世界知名的品牌之外 他还带了一笔嫁装送过来 差不多合台币140亿 所以当年怎么来看 一讲到德国科技发展工业制造的 这个都是好像是世界顶先的 而且明基当时也想要进入世界市场 也是一个很划算的投资 只不过不到一年的时间 这个投资案就以失败收场 所以在2006年9月28号 就是满一周年的前两天 同样的出现在媒体前面宣布 弃守德国这个西门子的合作的并购案 这是他李坤耀这一辈子最大的挫败 从那个挫败之后到今天十多年呢 李坤耀仍然还很低调 而且基本上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活跃了 那为什么会失败 我们来看一下 明基在接手西门子手机事业部之后 发生了一年串错误的策略 这些错误的策略 都是一些短期的中期的不断的错误 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产品开发的速度不够 包含了技术开发整合的困难 根本缺乏有效沟通的两地平台等等之类的 一年串下来 造成了成本降不下来 产品开不出去 甚至销售根本没办法卖 使得明基的高层啊 本来以为准备两年的子弹 没想到还不到一年就全部用光了 什么叫做两年的子弹 当时西门子送来的价装一百四十亿 明基自己也准备了一两百亿 加起来有三百多亿的台币的现金 准备来打两年的战争 把明基的手机打到世界市场上 没想到不到一年就用光 而且并过不到一年 手机事业部就亏损了八亿欧元 算成台币大概是三百五十亿 三百五十亿 而且这个亏损继续在亏 每天用一亿亏损的速度继续在亏 亏损已经超过了二百六十二亿的股本 那距离两平啊 如果想要把它冲到这个手机事业部 冲到两平啊 还要再投资亏损十六亿啊 才有可能还不一定达得到 这个时候来看啊 这已经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这个我要讲到这边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 所以当这个合作案一开始 公布的时候啊 我就开始很密切的在注意这件事 不但自己在台湾收集这些资料 也从网路上到德国去收集相关的资料 然后更重要就是 刚好我一个长期多年的好朋友的女儿 她其实也是我的干女儿 她本身就在铭基在内湖啊 内科 内湖科学园区里面 那当时的铭基电通的总部大楼里面 手机事业部里面做PM 我这个干女儿是台北大学商学院毕业以后啊 去美国拿到了一个Marketing的硕士 那在美国还工作了一段时间 再回到台湾 那2005年 这个10月宣布了并购 不到年不到两个月 就年底的时候 我这个干女儿就时常打电话给我了 她想要了解一下 她说这个德国人是怎么搞的 好像很奇怪呢 我说为什么 她说我每次打电话去都很难跟他们沟通 就有一次她又打电话急着找我 她说有这种事吗 我一接到电话她就很生气的跟我抱怨 她说我是她的主管呢 我打电话到德国去 跟他们的研发部门讲 这个产品的设计图是有问题的 结果她居然啊 她跟我大吼说 你这个烂英文破英文 我听不懂 那她是我的部署呢 我是她的名义上是她的长官 我是PM这个产品经理 负责这个产品 从研发到市场销售端 我就全部负责 那他们这个小组分的任务 就是要把这些产品要开发出来 我跟她纠正一下 她居然摔我电话 说我烂英文奇怪了 我觉得她才是烂英文的 我还在美国混过 还在美国拿到学位 我在美国工作过 我的英文 美国老美都没问题 她什么东西啊 跟我在骂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奇怪 我说你飞过去骂她 我说这个本来就可以痛骂她 在她面前拍拖子跟她讲 对不对 但是有一点 你可能fire不了她 因为德国的公司 保护员工的法律很完备 所以你 可是你可以给她难堪 可以给她很多的方式 她说我没有任何权限 名义上她的这个头领上司 我也只能够反映给我的主管 因为民机的政策 不希望这些台湾的干部 随时随地飞到德国去 去闹他们德国人 所以基本上尊重德国团队 我一听到这个 就知道完蛋一半了 而且当初民机派到德国去的时候 只有少数的干部 他从全球业务的总部 有一个负责全球手机事业部的总经理 还有一个负责全球供应业 以及研发的副总经理 这两个人派到德国去 是华人 是台湾人 是台干 台籍干部 派到德国去 后来又配置了一些台干 大概在德国西门局总部 加起来不到十个台干 问题是更荒谬的是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的时候 这台干就分成两派 各自斗 斗到后来 我的丹尼尔跟我讲说 有一个德国的副总经理 写Email给他 跟他强调说 以后的Email全部用中文 因为用英文会被另外那个家伙 拿去告诉德国人 然后来骂我们 当如果看到他跟我讲的这个 我就知道完蛋了 那个时候才第二年的四月五月 还离那个九月十月还早了 一个企业闹成这个样子 有可能吗 我自己在德国读了 住了十年 十一年 将近十一年 对那个地方的情况 稍微有点了解 所以啊 一点都不惊讶 后来他们宣布要倒闭 宣布这个并购失败 我可以这么说了 台湾有一些企业 像联花科 像早期的台积电 现在台积电 因为需要人才 非常的急迫 所以他的门越开越广 越开越广 可是一开始的早期 跟联花科一样 基本上 这些老板 就是总经理总市长 都是很优秀的学校毕业的 联花科基本上 全部是台大电机系的那个 那个色彩 他的董事长蔡明健 就是台大电机毕业的 而李坤耀也是台大电机系毕业的 这个台大电机毕业的 当时联花科要拼IC设计制造的时候 他在全台湾 他只找台大电机系 后来发现台大电机系 人才不够用的时候 才开始开放给清大跟焦大 那开放的还不够 还捐了很多的钱 给这三个学校 特别是台大电机系 他要什么样的人呢 不是你电机系毕业的我就要 他成立了一个半导体 微电子研究室 这个半导体 微电子研究室 跟几个教授 这些教授也 重金的聘取为顾问 一个月 听说都是几百万 四五百万的聘金 来做顾问 这些教授干嘛 替他训练最优秀的学生 想要去台积电工作 就必须参加在美国举办 每年一年一次的叫做 城市设计大赛 在这个大赛里面 这个主办单位丢出一个问题 全世界最优秀的大学人 在里面比赛 你要最快的时间 设计出那个城市 可以把这个问题操作跟解决 要强调速度最快 功率最高 耗能最少 有几个简单的原则 那台积电的老板说过 我只有在大赛里面 拿到冠军的 才有资格进我联发科 他这个活动啊 办了十几年 其实很多 我们非这个领域的不知道 如果是接受 接触这个领域的都知道 台大那个研究室里面 每年都出三四个 世界级的冠军比赛的团队 而这些团队 还没有毕业前 就接到联发科的聘输了 进到联发科 保证了 你年收入三百五十万台币 到五百万起跳 你要不要努力 而且等你这个 如果在里面做得好的话 加上年中 年中的配股分红 甚至可以高达上千万 就一开始毕业的新人 那个只有台湾讲的科技新贵 强调的就是这一批人 中山大学之前没有办法挤进 这个团队里面 我们电机系的前系主任 他一直急得要命 因为台积电 他自己的 他也是台大电机毕业的 他的老同学跟他讲 你们中山只有电机系 没有维电子跟IC设计的研究室 所以我们不知道 你们那个电机系 毕业的人是怎么样 为了这个 他可以需要申请 申取一个研究中心 叫做维电子研究中心 那申请成功呢 大概在四年五年以前 申请成功 然后这个中心毕业的人 就纳入了台联发科 真材人材库制一样 所以他们是这个方式来做的 同样道理 那个联发科 用同样的方法 到了北京去找北大 跟北京的清华大学交通大学 同样玩一次 在里面捐钱成立研究室 鼓励他们去竞赛 也同时成为联发科的干部 用这种方式 他这个 因为这种产业 一定要争取最优秀的人才 包括台积电 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 因为西门子 在德国的商学院里面的声望啊 就好像台积电 在我们台湾的商学院的学生里面一样 或者联发科一样 假设如果今天有一天 同学早上起来 报纸一打开 我这个下面讲的 绝对不牵扰到任何价值观 跟种族的歧视 我只是在假设一个状况 一打开报纸 看到墨山鼻克一家没有听过名字的公司 把台积电并购下来了 我们会怎么想 墨山鼻克听过没有 可能好像有一同学可能没有反应 他是在非洲的一个小国家 那个国家我们认知上面来讲 是非常落后的 不进步的 那突然出现了一堆墨山鼻克的 非洲人出现在我们台湾 来接收台积电的时候 台积电里面 所谓天之交子 台大毕业的 甚至美国拿到了 这个史丹佛大学的这个博士 回到台积电做了 他会不会心甘情愿 接受这一批 非洲来的领导者的领导 好像很难的样子 回过头来讲 德国的西门子 当被台湾的民机电通并购的时候 德国西门子里面的工程师高级干部 他的心态就是我跟刚刚讲的那个例子一模一样 甚至更有甚而无不及 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他们来讲 要进到西门子啊 一定是最优秀的学生 我在德国的商学院 算是小有一点名气 我那个学校叫曼汉 刚好跟我们中山管理学院 有姐妹校的关系 有姐妹系的关系 我们有交换学能去曼汉 去过的同学大概就知道了 曼汉在他们的home page上面 有一段话 干嘛去哈佛 我们就是德国的哈佛 他们那个招牌就这样讲的 曼汉的学生最优秀的 大概就是去双逼轿车啦 西门子啊这些公司 只有这些最优秀的曼汉的毕业生 才有可能进到西门子去 那因此 那个 那个 明基去并购了这个西门子啊 那个 有没有去想过 他们的文化是怎么样 如何去带领这个团队 结果呢 看起来是一年串 错误的中短期的策略 造成本来是一个 长期策略下的一个很好安排 并购案变成了惨败 一年不到就结束了 在同时在这一年里面 明基负债增加了170多亿 如果以合并报表来看 2006年光是上半年负债高达1,258亿 净值也降到14元 这样子的烧钱速度啊 在半年内就会跌破10元 甚至可能会跌破了5块的底线 而变成全额交割 为了保住净值 避免被迫取消融券融资等交易啊 李坤耀做了最后切割的决策 那当然回过头来检视的时候 就会发现啊 明基的高层啊 高估了自己的管理能力 第一 与西门子的百年召开 低估了德国的企业文化跟员工的工作态度 更严重低估了德国人骨子里面 那个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我去德国是1980年 1980年离1945年 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啊 已经有30多年了 但是我同学的父母啊 很多都是在二次世界大战 当过军人的打过仗的 那我的指导教授 他甚至也是这个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侵略别的国家的纳粹里面的一个军官啊 所以都会很怀疑这些人啊 到底脑筋在想什么 会不会仇视所谓的或者说看不起外国人 我们会紧张的 因为确实是如此 在希特勒的训练之下 把德国人洗脑 说成六尔曼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还不是之一哦 最优秀的民族 其他全部都比他们差 那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民族到底是什么样 我也可以举一个我自己经历过的 经历过很多了 我举一个比较明确的 有一次我这个小孩子 生下来大概才两三岁 我们全家要到城里面去采购 那因此呢就去找停车场 我其实在海德堡混得很熟 所以有一些停车场啊 观光客不清楚的 或外来人不知道的 有一些车位啊 还有一点把握的 那天呢就顺利的 到了这个停车场 也顺利的看到一个停车位 甚至刚刚顺利的 停进去的时候 正在得意的时候 突然车顶啊被人家用拍的 啪啪啪 那声音很大 然后我太太在 这个抱着小孩在 小孩立刻还吓哭了 我当时很生气啊 车门一下来一看 就不敢讲话了 因为有一个 一百九十多公分高的 比我至少款一倍的 而且看起来像流浪汉子 全身酒味 呼噜啪啪啪 那个感觉很臭的 那个很高大的一个德国 好像是游民一样的人 在拍 边拍边骂 说你不准停在这个地方 我要怎么办 我明明是一个好的停车位 合法的 我跟他打架 搞不好一拳就把我打昏倒 跟那个我太太忙的 要帮我送医院了 说是迟那死快 突然给自己说不能慌 震惊下来 当然有几种选择 说是迟那死快 我也可以一头钻进去 OK认了摸摸鼻子 很生气的把车子倒开来 不跟他吵架 我再去找别的 那当时啊 当时一下子来了一个灵感 我就问他说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一问完 他愣在那边 有人问他名字吗 准备吵架的人 还有人问名字 跟着又跟他说 请问你住哪里 我一定要知道你的姓名 跟你的住址 好 关你屁事 你干嘛要问这个 我说因为我要告诉我的律师 叫我的律师来跟你讨论 讲完这句话说 他听到了以后 下一秒钟掉头就不见了 走掉了 这是德国的民主性 在那个情急之下 还好想到了这样子 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 这个法律系的高材车 是一个德国人 其实那个人后来是律师 后来住过 司法院里面的检察官 后来也自己开业 到今天我去德国 他还会住在他家里面 是一个二三十年 算起来是个老朋友了 因为他的女儿 跟我的儿子年龄一样 我们两家共同带小孩 所以那个时候 他自己是在法律系读书 他也跟我提过 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的文 你跟我讲 我虽然还是学生 我可以帮你解决 所以从那个 那一刹那里面 想到了他 就想到这件事 而那个老初啊 虽然他很无理 看起来怎么要闹的 可是听到我讲的这句话 一听到我 第一个可能发现 这个人会讲德文 第二个发现 这个人德文还讲到 专有名词 姓名 弟子 还要找到律师来 他的下意识告诉他 不要惹这个人 算了 没意思 掉头就走了 我太太本来还紧张得要命 他跑过来说 你跟他说什么 他走了 我说中国功夫 他就走了 其实我自己很内心 这就是德国人 德国人 他们其实很奇怪的 看起来是有时候很无理 但是你一讲出一个道理 他也当场就走 他不会来 硬是来硬的或暴力的 这个倒比较少 OK 所以 跟着就问了 那李坤要干嘛 要做这个投资啊 不是很奇怪吗 对不对 李坤要付了新台币 351的代价 修了一门真枪实弹 跨国并购的课程啊 这个例子里面有许多错误的决策 当然也有一些正确 但是大多数都是短期的错误决策 不管是例行性还是非例行性 一年串的错误的决策 造成了所谓的明基啊 这个并购的失败 那明基还算活下来了 很多台湾的其他的企业 就算上市贵的 因为错误的决策 消失在市场上 其实还蛮多例子的 那李坤要为什么要做这个投资 这个台湾人 一个在这个明基 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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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的人 干嘛会去跟一个西门子 手机事业部结构 拉上关系 我猜测 而且这个猜测 在某种程度 有部分的真实性 因为李坤要是一个很自负的人 他在宏基集团下 他其实很年轻的时候就干到了事业部的 某事业部的执行长也是宏基集团的副总裁 那个时候他突然向施政荣立了迟程 他说我要去进修 施政荣当然很清楚 这是一个得意的左右手 那就挽留他说那叫你留职庭心 你要去哪里读书啊 他说我要去欧洲 要去瑞士洛桑去读洛桑的管理学院 而且不是去问导游啊 就是好像是像很多台湾的企业家 在美国拿一个硕士 换句话来讲就是在美国啊 暑假待两个礼拜三个礼拜 上上课听听课 弄了一个小秘书帮他写了一个报告 婚姻婚就拿到一个交钱为主的一个硕士 而李坤要不是 他是要去那边杂杂实实读两年 他对自己是有信心的 那因此其实李坤要的学历里面 是台大电机器跟瑞士洛桑学院的管理学院的硕士 而洛桑管理学院啊 学费是非常昂贵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 听到的都是什么哈佛啊 什么一大堆 那这个哈佛赌一年下来 大概美金十万块 在洛桑学院可能比他还要再贵 因为他全部他所招收的 这个商学院啊 这个硕士啊 所招收的全部都是在企业界里面 明日之星 就是年轻的高级主管 或者是企业家的第二代 他有资格去的 那李坤又自己也曾经在记者访问 以前啊 他很骄傲的说过 他说我到瑞士洛桑啊 我大概投资了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 读两年书 那当然啦 他的学费已经是很昂贵了 他在洛桑啊 不可能像我们这种穷留学生 我在德国住的是所谓的学生的宿舍 买的是一个十年以上的老车子 暑假寒假 除了微博的假学金之外 还要争取一些想办法打工 洛桑我也去过 有一年打完工 带着全家去洛桑去瑞士玩 那也预计要去经过洛桑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城市 有一个湖 这个湖不去好像 好像没来过瑞士一样 所以当时有这样的计划 但是呢我住的地方 洛桑离洛桑至少有150公里 瑞士其实很小 150公里基本上就是一个乡下地方 因为住的便宜 然后开个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到洛桑去玩 玩完了以后啊 东西都是在外面买的 在麦当劳之内买的 买完了以后啊 然后玩完了以后 一整天弄完了 下午傍晚再开个一两个小时 回到那个乡下的民宿 然后中间找一个小餐厅 算是今天很丰盛的一餐 玩得也很快乐啊 因为洛桑根本就住不起那个饭店 才一个晚上 可能我可以一个月的餐 生活贝或餐贝 所以不会去那个地方去住的 那这个 李坤校在那边租了一个豪宅 全家在那边过了两年生活 那他的同学 也跟我的同学不一样 我的同学就跟大家在那边读书一样 来自于三江四海 各自各样 父母有不同的阶级 也许也有工作高级主管 但是也有很多的平民老百姓的同学 我去我们的同学家里面 他父亲还在 Bosch 就是那个 一个德国很大的公司里面 是做工的都有 所以我这个同学 德国人来的各个地方 那李坤校的同学 全部都是高级的人士啊 那年收入都是台币好几百上千万的那种人士 所以他可能认为这个德国人就是这样子 都是兵兵有礼 非常的遵守法律啊 法律是遵守的 但是跟你兵不兵有不有礼啊 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而且西门子的手机事业部的执行长 是瑞士洛尚全毕业的 我是从德国的杂志看到的 他们这个执行长灰头土脸 这个事件结束之后啊 没有两年就被干掉了 我猜测他的年纪 跟他的应该跟你朋友那个年纪 是差不多 所以基本上搞不好他们 要么就是前后期学长 要么就是还有一批所谓的 金融业的同学在里面 银行家 这个也许这个执行长发现 这个手机事业部困难 告诉他的金融界的同学 金融界的同学说 诶没问题 我们这个亚洲有一个同学 好像也在搞手机 问问看 李坤晓一听很高兴 他其实谈这件事情啊 前后加起来不到三个月的决定 而且都是李坤晓一个人的决定 他背过了这个德国瑞士 背过了两三次 就把这个案子敲下来了 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前面啊 我觉得真的是那巴掌那把冷汗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决策 这个本身在计划的过程里面 就已经没有非常的详实 但是好家在最后啊 这个这个 这个长痛不如短痛 用适当的时机把它结束掉 否则搞不好啊 这个还不能脱身 我下面还举了很多的例子 像东地市的85大陆 尖美集团的东山河造正等等 这些都是造成集团轻灭的主要原因 尖美集团听过了没有 有没有高雄的同学请居住 我住在高雄的 有没有听过尖美集团 没听过啊 那个同学有没有听过尖美 有听过啊 你跟他年纪一样 你听过他没听过 因为怕说有点年纪的同学听过 没有年纪的同学没听过 尖美集团是一个上市公司呢 尖美以前的财务长 是我们财管研究所毕业的高财生 我们这边有财管系毕业的 财管研究所毕业的高财生 他去到尖美的财务部做经理 规划整个的尖美上市 那他也这个 某种程度 给我们老师的一些 一些内幕消息 所以很多老师呢 也投入了这个尖美公司的股票 所以一上市的时候 四五十块飙到了六七十块 大家都笑哈哈的 还好我没有 我当时没有这个消息 结果没多久 一个投资案错误啊 就一路的下滑到 跌破了面子到最后下次 我所知道的是 我们很多老师舍不得卖 一直等他还有机会东山再起 等到那个学生离开的尖美 就知道海牙完了 所以我没多久果然变毕举 他的投资案就是在屏东 有一个叫做赵盛计划 叫做尖美东山河 他跟宜兰的东山河很像 去过屏... 有没有屏东的同学 请举手有没有 住在屏东的 都没有太好了 我以前啊 现在比较没有个兴趣的 十年前的时候 他们那个案子失败的时候 我会带着我的学生啊 叫做屏东一日游 大家同学啊 注重安全的潜力之下 全班呢 就组成了摩托车队 这个杀到了屏东 干嘛呢 可以吃他们的小吃啊 观光最后呢 杀到了尖美东山河 在屏东机场旁边 哇一个社区 都是好的 二三四层楼的那种 好几栋建筑物在那边 住... 进住率啊 不到百分之十 百分之五百分之六 那那个倒闭之后呢 有其他的团体来接收 所以我跟同学呢 就分配好 两个三个两个三个 你干嘛 当作要去看房屋 帮父母先去看房屋 去实地考察 哎 失败的案例啊 不多呢 而且失败案例 还可以亲自去体验一下 看看他一瓶卖到六万块 他还卖不出去的那种房子 为什么会设计在那边 都是电梯大楼那么好 到了那个阳台上 一看 整个机场在你的前面 没有任何的阻拦 那么好的view啊 居然卖不出去 就回来后 每个学生给我写个报告 如果是你 你怎么把这一个社区啊 把这个 这个建筑把它卖掉 当作一个实际的案例 到今天为止 我以后五六年没去了 以前是每一年 都会带学生去一次 听说还是没有卖完 还在那边 进度力不到四成 他一路跌 跌到曾经有一段时间 五万块钱左右一瓶 跌到那边 为什么 回过头来讲 兼美集团上市公司 里面都是白痴吗 因为我们的 这个财管研究所的高财生 怎么可能白痴呢 可是谁会想到那么愚蠢 在一个飞机场旁边 盖一个那么多的 所谓的类似豪宅的那种 那种高级高楼大厦 为什么 难道没有人去分析过吗 同样道理 明基集团这个案子 决策下来 真的没有人去想过 德国人是怎么做的吗 如何去安排 如何去了解他们的文化 为什么没有成立一个team 带着一群人先到这个西闷子公司 跟他们接触聊一聊 就这样子去做决定 所以有时候想想看 很觉得很惊讶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在做 了解了案例我们再来看 依时间的长短 可以分为长期跟中短期决策 依例行性与否 可以分为例行性决策 跟非例行性决策 那这两个可以组合 就变成六个可能性 按照长中短期跟例行 非例行性 就有长期例行 长期非例行 中期等等 那这个决策里面 到底是什么样子 比方说例行性的决策 短期的就是 每个家庭每天开门 有柴米油盐酱醋茶 每个企业每天开门 都有产销人发财 不同的困扰跟工作上的挑战 这叫做短期性的 你都要做决定 每天行销的人都要决定 到底要拜访哪个客户 卖哪个产品 你用什么价格 全部都是每天都要做的 生产里面也是一样 每天都在解决瓶颈 都在想办法 如何把良率拉高 这叫做短期性的 叫做功能性的决策 终极性的就是 每年都要做 但不是每天都要做 比方说 价格的制定 预算跟绩效等等 预算每年都要做 绩效每年都要考核 甚至每一季都要考核 但是不可能每天都在做 那价格呢 公司希望价格一定下来至少半年 一年不变 好让预算绩效都可以顺利的操作 所以它也是一个终极性的决策 长期性的决策叫做操作性的 所以功能性管理性跟操作性的 这个操作性的决策 基本上就比较长期性的 它的重点摆在什么地方 摆在公司 如果长期发展 势必会成长 一成长就会面临到 要国际化 要多角化 或者要一化等等 这些都是长期性的决策 那短期性的 非利益性的决策 又有短期中期长期 短期性的决策 就是短期价格的波动 本来不希望价格时常变 但是有的时候市场一变 你也不得不变 这叫短期价格的波动 或者额外订单 或者产品组合的瓶颈等等 这些额外订单 或者产品组合的瓶颈 意思是讲 一发生 你搞不好 当下就要决定 最多给你了不起 一两天或一两个礼拜的思考 你要决定 这叫短期决策 中期决策就是自制或外购 出售或区域加工 存在或者测产并购等等 这个中期啊 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 纯粹的中期的非利益性 要看 像自制或外购 我自己做或者向外购买 如果我今天是属于 这个食品的制造 比如说 我也许进口水果 我这个水果也可以直接卖 我也可以把它做成密件 这个叫做自制或外购 它搞不好要做密件 这个决定是短期性的 很快就可以决定了 也可能是长期性的 因为什么 像钢铁公司生产出来的钢材 钢片 要不要变成不锈钢 就是说自己继续的 这个叫做继续加工出售 我现在马上就出去 我也可以继续制造 这个决策就可能是长期的 变成利益性决策 所以我们在中期里面有点尴尬 那长期来讲 一般没有非利益性的 一到了时间拉长 都叫利益性的 只有台湾的产业有一个特例 这个在其他国家 我还没有听过或看过 至少在德国没有碰过 在台湾有 营建业里面 我们盖房子的营建业 台湾其实有非常多 非常中小型的 这些中小型的营建业 在南部 在高雄有很多 因为有很多 我的学生 就是营建业的老板 在不景气的时候 不景气就是房地产 跌到谷底 没有人要买 或干嘛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这些老板 也许三五个股东 他们就把公司关门了 也没有真的关 留一个秘书就好 那干嘛呢 其他的话呢 就各自去啊 看地啊 找地啊 买地 因为地 是营建业的最根本的 他们称之为说 叫养地 把这个地养好 等到一景气的时候啊 就开始推案 推案的时候是干嘛呢 他们找建筑师帮他设计 然后找这个这个营造商 帮他挖地基 灌水泥 找水电工 帮他动水弄电等等 没多久呢 这一整排 这个他的地盖呢 盖了透天柱 一整排二十户盖完了 那盖完了以后呢 一户呢 一千百万卖出去 大概是三亿台币的营业额 这个营业额 连卖房子啊 搞不好都不需要怎么样的 很快就卖掉 因为只有二十户 而且都是透天柱 设计的也不错 他一年搞不好就推这个案子 三亿 获利呢 其实还蛮不错 三千万 那三千万三五个投资人 每一个投资人分到一两千万 就够了 那等到景气的时候啊 这个五六片土地 就马上全部都推出去了 那搭转一笔以后 然后再去买地 这个叫做特例 长期的非利息性暂停营业 这个在一般其他的行业 比较少见到的 我勉强称之为 非利息性的长期决策 否则一般来讲大概不会 我们这个 这个长期的策略里面 基本上都在思考公司 未来的发展 不管是市场 资金还是风险等等 探讨的都是比较长期性的 新产品 新市场 新技术 新竞争 那需要的是 新的设备 新的投资 那资金如何来风险 那么分析 这些我们都在 财务管里面 资本支出决策来谈 这个地方强调的是 短期的 而且是非利息性的决策 我们先下车休息十分钟 等一下再继续 要进来做班宣了吗 前面所强调的 如果说是一个短期的 功能性的一个策略的话 它基本上都是由基层 或者是中阶干部 最多大概是部门的主管来执行 在这个管理学的时候 我们提到了工作控制的概念 那如果是中期的决策 通常都是跟事业经营策略相关 是由中高届干部或事业单位的负责人 在这个地方里面 我们叫做管理控制 长期的决策通常是跟公司整体有关 多由最高的CEO执行长来执行 这叫做策略规划的层级 那在它的复杂性来看的话 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长期跟短期中间有一个中期决策 那长期决策来看的话 大概就是大规模的产能调整 包括了国际化、多角化等等 这些都是长期的 牵着到的是资本支出决策 跟投资效益的计算分析 那中期的决策里面 它包括了小规模的产能调整 部门的撤财或继续 购置或租赁、出售或继续加工、定价等等 那这个所谓的小规模的产能调整 部门撤财或继续 这些所有的可能所谓的中期的意思 就是大概三到六个月 甚至可能六个月到一年 不会那么快 也不会超过一年以上 可能它的投资案不是特别大 那短期的所谓的决策呢 大概就是引进新的制度 特殊订单 产能瓶颈、自治外购、价格制定等等 跟着问是不是地形形与否 那这边有提到一个特殊订单 特殊订单是短期的 因为订单下来 你一定要决定马上要不要接受这个订单 那当然在这个三年前日本的福岛事件 就是那个海啸把那个核能电厂弄坏了 这个时候啊 台湾其实得力得到很多的好处 因为日本的企业瘫痪了 很多的订单跑到台湾来 那就会问了 那为什么之前没有来呢 因为那些订单要求的所谓的这个品质 技术的含量可能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日本当时掌控了这些技术 那台湾不是不会做 也许品质跟技术稍差 但是仍然还是可以做得出来 那这些订单啊 急迫的涌到了台湾 外国买主 希望台湾的企业升级 买进新的机器 把质量拉高 那早期不想做的原因 台湾的企业不想做 是因为日本掌控的那个上游技术来源 假如台湾的这个厂商 在当时就想要把机器设备 好的机器设备引入 把技术的层次拉高的话 日本厂商会立刻降价 封杀台湾的厂商 让你的投资血本无亏 等于垮台了 日本再去把价格拉高 所以以前是玩不过日本 所以我们只能做比较刺激的 但是高级的会不会做 都会做 只是不敢投资而已 没想到现在机会来了 请问要不要投资 这叫做特殊订单呢 还是什么 特殊订单的意思就是 今年这一次明年就没有了 那你要我投资那么多的东西 你明年看到日本人把它搞好了 你又把订单拿回去 那我们怎么办 而且现在的升级啊 技术升级的设备又特别昂贵 当时就台湾有两派意见 也有两个不同的投资的决策出现 有一派老板堵下去了 他说这是千展难逢的机会 赶快把技术升级 把机器设备采购下来 订单抓到手上再说 我要把它从特殊订单 变成常态性订单 变成我甚至这个机会 也可以成长 另外一派呢判断之后认为啊 这个等到日本一复苏啊 我们的订单又流失了 所以基本上就不愿意 盲目的大量投资 把很多订单平息在门外面 只收自己还有一点把握的 那因此我一直很有兴趣 应该当时两三年前的事 一直很想去做一个实证的研究看看 当时如果走那一派的 准备把技术升级 投资拉下去 变成常态性订单的那些厂商 是他们现在的发展 比当时保守的 不敢投资的厂商哪一个好 这是我很有兴趣想要知道 但是一直还没有进一步的资料 导师在去年的时候 有看到一些报道 就是因为福岛的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很多日系的厂商 他发现台湾的厂商已经开始投资 而且也做了这样子的一个 市场的切入之后 他的原来客户 也都有部分转到了台湾之后 他反过来 反而跟台湾的这些厂商 在谋求策略联盟相互投资的机会 让他们也悟到了 把所有的设备 放在一个地方的那种的风险 希望来分散风险的时候 看到了这种报道 因此大胆假设 我相信当时做这种重大投资 而且确实可以把技术含量拉高的 大概就有筹码 跟日本人平起平坐 来谈判 来谈策略联盟跟合作 所以这个时候 特殊订单就变成常态订单了 这种决策有时候还蛮难下的 OK我们不管是立行 非立行性 我们都以管理会计的角度来看的话 成本效益分析 最基本的考量 会计在此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扮演的角色 基本上就是来帮忙企业 来做最适当的决策 在这边顺便讲到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是演讲课 上午下午都是演讲 那个专题演讲课 下午呢 两点开始 准时开始演讲 请的是学姐 一个学姐来演讲 她的讲题主要就是在谈 这个管理会计在实务上的应用 一开始就强调了 这个演讲啊 这个要写一个演讲的心得报告 至少A式的 那当天我会先点名 如果你迟到或干嘛 这个我这个演讲课的分数 大家会稍微做一点调整 因为它等于是类似半送分的 你只要来听演讲 交了一个报告 这个10%的占分的比例里面 你知道应该可以得到8分 如果你不来听演讲 或迟到早退或干嘛的话 我当然会多予扣分 那不来听当然就有0分了 除非你有重大的公价 或不可抗拒的其他原因 所以请同学不要忘记 那这个就是希望来讲 会计到底可以扮演什么 基本上在这种决策里面 几乎都是要需要会计的资料来做 好现在再看看决策的流程 首先发现问题所在 其次收集相关资料 跟着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这个时候呢做成本效益分析 那再来选择最佳方案执行 以及回馈与控制 那之前也问过同学 有些同学 现在啊这个大三为主的话 会面临到人生第二个重要的决策 第一个重要的决策 可能同学参与的角度还不多 什么叫第一个重要的决策 就是来中山读书 为什么要来中山 为什么要来中山 这个郭真文同学 为什么要来中山 因为分数刚好到嘛 对不对 想要去台大也去不了 但你也可以去中正啊 也可以去那个东华大学啊 为什么要来中山 妈妈叫你来中山 妈妈叫你来中山 因为是高雄人 妈妈叫你来中山 不是你要来的 真是我们真的觉得休息 妈妈叫你来的 真的啊 其实我必须要这样讲啊 因为第一个决策 要来读大学啊 大概父母还扮演了一些重要的角色 我知道我们高雄的很多同学 高雄人啊 来中山不是那么乐意的 他想要离开高雄 就像我们 我们有没有台南来的同学 女生 只有一个吗 应该有一些啊 因为台南的女生来高雄 至少离开家里稍遇了一面 可以很高兴地避开啊 那高雄的女生就会去台南 就会去成大啊 听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但是父母啊 不放心的话就不让你去了 那这是第一个决策 但这个决策影响我们可能不大 第二个决策啊 自己就要负责任了 就是你下一步要怎么办 大学读完了下一步要去哪里 这个决策 当然会参考家人 会参考 但是你自己是最重要的 不可能到时候妈妈叫我考研究所 那也刚好不小心考上了 那到时候妈妈叫我嫁也嫁了吗 那不可能妈妈帮你永远做一辈子的决策 你总要面临你自己的决策 当如果要决定去进入职场 以及或者要进入研究所 这个决策的流程几乎是一样的 首先你发现问题 然后跟着收集相关资料 跟着提出解决方案 跟着选择跟做决定 最后呢开始执行 今天我假设我要做这个研究所的考试 问题所在就是你要去找要不要补习 在台湾去考研究所 不补习的人越来越少 如果要补习你就要去签得到 你从哪个补习班 他的费用是怎么样 他的失职是怎么样 这些叫做收集相关情报资料 等到呢 同时找到两三家以后呢 开始要提出最佳的解决方案 就是成本效益要最高的效益 最低的成本之后 选择之后开始执行了 比方说距离研究所的考试还有360天 那这360天里面我要读三科 比方说那每一科我要读的资料有多少 补习班给的教材 学校里面上的书本的课本 还有准备做的习题 全部加起来收集起来 比方说有三千六百页 那因此360天三千六百页 我定出来了执行的方案 每天至少十页 如果我每天这个十页真的读通了 而且背熟了 我相信啊 甚至可以挂95%的保证啊 你可以考上很好的名校的研究所 只要你每天这个十页能够背熟 能够融会贯通 365天下来 你就可以把3600页都背在你的脑袋里面 又融会贯通 你哪个学校考上 这叫做回馈跟执行控制 能够做到的其实也真的很少 那这个通常都会忘记 通常都会有活动 今天也许呢 某某同学好朋友生日 也庆祝他生日 今天的十页就明天再来看 没多久明天又有空谣 后天又卡拉OK 没关系我礼拜六礼拜天两天呢 狠狠地读他七十页 那又过了两个礼拜 还有三百页累积下来了 暑假再来拼了一千页好了 到时候啊就大概没有办法 研究所的考试啊 中山来讲啊 我们的契研所 那个考试啊 大概有七八百位到一千位报名 大概真正应该是有实力来竞争的 大概就是那个两百位 其他的六七百位到八百位啊 是交报名费 让老师改考就有一个终点费而已 那可是我们也很感谢那些同学的贡献啊 那真正在拼的就那两百位 争取多少名额呢 大概三四十个名额 那两百位里面呢 通常又有大概十分之一二十 二十位左右是几乎很有把握的 他考什么地方大概都有把握 所以你基本上要去竞争的 大概就是跟那个一百八十位 争取那个十位的名额 是竞争激烈 所以要不要去做个规划 这叫做决策的流程 一样的 就像我们今天跟个吃午餐一样 我发现问题所在肚子饿了要吃饭了 那收集相关资料 到底是吃面吃饭在哪家餐厅吃 完了以后提出解决方案 就开始执行啊 开始去买这个 吃完了以后 嗯真的不错呢 这个又便宜又好吃 下次再去 吃完了以后后悔 懊恼怎么搞的 今天味道怪怪的 好了列入所谓观察名单 再给他一次机会 下次再不好吃就不去了 这就叫做所谓的决策的流程 只是平常吃中饭 没那么严肃 可是 考研究所就很严肃了 有一个作者叫邱强 邱一 邱是耳 邱灵的邱加一个耳之旁 强是强壮的强 邱强 这是一个华人 他在美国拿到了博士 他就是这么替 国家层级来做决策的 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我有买 可是我现在找不到 因为那也是差不多十几二十年前的书了 他在书里面描述 每一个人 正常的寿命结束完了 这个概观论定 这个人的一生 会有这样子的结果 基本上是透过七次决策的结果 每一次决策 就会改变你的命运 到最后你老了 退休了 死掉了 会怎么样呢 就是你那个不断的决策的结果 所以蛮重要的 那同学面临到的可能是人生 最重要的第一个 自己可以决定的决策 就是你要考研究所 要出国 要就业 男生当兵就算了 一定要当兵 当完兵后 可是你还是会面临到 这个决定啊 不要忘记会影响你一辈子 这是所说的 OK 最重要的决策是什么 人生 有没有想过 也许啊 在我们那个年代 叫最重要 可能今天来讲 各位同学不认为最重要了 在邱强那本书里也提到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人生的最重要一件事就是 你要结婚的时候 你要跟谁结婚 这个决策 是影响一辈子的 而且 肯定会影响 因为本来一个人嘛 现在被两个人成功 肯定一辈子的 所以这本书提出一个论点 那么重要的决策 请问你有没有认真考虑过 所以我发现很多结过婚人一看 糟糕我都没有认真考虑过 如果真的认真考虑过 搞不好结不了婚了呢 所以也不要乱相信那本书了 这个结婚没有什么问题所在 没有什么收集资料 这个都没有了 请大家同学只是参考一下 OK 与决策相关的资讯的特色 这些都是一些标割书里面强调 就是决策的资讯要有跟决策要有相关 可以在不同的方案之间互换 也可以做取舍 他们的可靠 可比较的有关性 都已经达到 因此还可以做选择 重点是理性决策 所有的这些提出来的 都希望能够做一个理性的决策 理性的决策就是有充分的资讯 让我们不要太主观 太感性或太盲目 那与决策相关的成本资料里面 我们在Garleton的书的刚开始的时候 也提到过这样子的一个决策的概念 包括了有关成本 包括了无关成本 就是跟决策有没有相关 其他的包括了差异成本 沉默成本 机会成本等等 机会成本是所有的决策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我的决策啊 比方说我今天决定 要去读研究所 我就会丧失我工作的机会 我那个有一个 以前有一个指导的博士生 他就是这个很特别的一个人 他本身是拿到了中山大学第四届的毕业生 中山大学第四届 算起来应该二十几年前毕业的 毕业了以后考研究所没考上 当兵两年回来 那又没考上去考 去考中国医药学院 当时叫中国医药学院 现在叫中国医药大学 叫做医院医疗管理研究所 那医管研究所毕业了以后啊 在台中沙路医院做管理师 那因为他很拼很认真 所以两年后这个沙路医院的院长就把他升了 升到管理部经理 可是他那时候跑来学校找我 说可不可以帮他写 推荐喊他要考博士班的这个考试 我就问他说你现在工作怎么样 他说工作很好 我说收入怎么样 他说他的收入比他的一般的大学的学生都要来得高 因为沙路医院给他的配配得很好 我说大概多少追问一下 他说大概有五六万 那个时候是二十五六年以前 一个月拿五六万 而且他说了 他说我还有另外一个机会 我在研究所里面两个同学啊 在桃园找到一家医院 这家医院呢因为那个医生 那个创办的医生死掉了 那他的儿子跟女婿都不是医生 互相争财产 把这个医院快要搞垮 所以呢当时呢就希望他们呢 去把这个医院接收下来 三个管理的医院管理的去接收下来 这个很有搞头 如果能够接下来的话 重新整顿一下 大概三个人 每一个人可以每年分到一百万 我说那么好 那你还来读博士班 你知道机会成很多高 要读博士班这些都必须放弃 他决定 他的兴趣一辈子就是要交书 所以他那个合作案的一百万 他可以不要 那杀戮医院的薪水他也不要 那他反正有存钱呢 他就是要来读博士班 那因为这个语气坚定 态度诚恳 我就帮他写了推荐函 那确实也顺利考上 也顺利毕业 现在是花莲的东华大学的气坚系的教授 顺利的去做到了大学的教授 那他来高雄读东山博士班的时候啊 我们高雄一个叫建兴医院 这个建兴医院的老板 跟杀戮医院的那个院长是好朋友 这个建兴医院的院长 那当他来高雄的时候 这个建兴医院的院长啊 自己有买房子 把建兴医院的院长宿舍免费的让我这个博士生住 而且每个月没有条件给他一万块台币 叫做助学金 那杀戮医院的那个院长呢 说你去高雄中山大学读博士班 我每个月贴你两万块钱的医用金 助学金 没有任何条件 干嘛 如果医院稍微有点小问题 你偶尔回来帮忙解决一下就好 就等于说还是依赖他的管理的那个能力啊 所以他在博士班读的还蛮愉快的 光有这三 这两个医院的院长给的助学金啊 再加上他自己的奖学金干嘛呢 所以也蛮愉快的 OK 这就是机会成本的概念 那现在看起来他应该是滑得来的 因为到了大学做教授以后啊 更容易去做医院的顾问啊 OK 以决策可免除又可分 可免成本不可免成本等等 那决策方案里面啊 我们也会看 现在啊大概没有单一方案了 任何的决策 连我们中午吃个饭 都有好几种可能的选择 所以现在大概都是多重方案 多重方案里面啊 有三种成本的概念 机会成本 未来成本跟沉默成本 通常沉默成本都跟决策无关 因为沉默在里面啊 那未来成本 未来成本里面 不管是负现还是隐含在方案里面的 只要是各方案都同的 他就不是 他与决策无关 那与各方案不同的 跟机会成本都叫做决策有关成本 我们可以看Garison的参考书里面 他里面有一个有趣的例子 有一个女生叫做Synthia 这个Synthia 她在周末想要从Boston到纽约 去做一个旅游 他决定啊 到底是自己开车 还是做灰狗巴士 还是做火车 那每一种的方式啊 光是三种不同的交通工具 就有所谓的决策的有关成本 跟决策的无关成本 同学去参考看看 很有趣的 就像各位同学 如果这个周末 要去所谓的这个台北去看一个节目 你到底是坐高铁 坐统连巴士 还是标着摩托背后去 你可以分析看看 什么是你的有关成本 什么你的无关成本 OK 那决策分析法里面有两种方法 一个叫做总额的 就是总成本分析法 总成本分析法 就是把所有的成本跟效益加起来 看看成本加总 收益加总 然后再以成本效益分析来看哪个最好 另外一个是差额法 差额法的意思就是说 把相同的部分都不要 把有差异的拿出来做分析整理 这下面又可以作为差异成本分析法 跟机会成本的分析法 我们在后面的案例里面 会描述这两个方法 那在补充在做成本的决策的考量之前 提出两个特殊的案例 这些案例里面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 不是这个两个方案可以快速的定出哪个好哪个坏 有的时候 两个方案没有好跟坏之分 要看你别的决策才能决定 这种情况我们先要排除掉 否则做一个方案 做了半天发现白做了 因为这两个方案根本就可以互换的 这个时候我们叫做成本无差别点的概念 它的意思就是说 牵着到这两个方案 当成本结构不同 或者产能需求 没有办法确定 但是产能调整又很有弹性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生这种现象 我们用例子来说明 公司有两个方案 假方案跟乙方案 这个其实都是我们之前都讨论过的 在变动成本法之后 包括所谓的弹性预算里面 大概都提到过 假方案里面呢 它的固定成本是36万 它的单位变动成本 每一个单位105块 以方案的固定成本高达108万了 但是它的单位变动成本只有60块 表示这两个方案 来做对比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快速判断 因为成本结构截然不同 这个看起来是比较强调 用所谓的劳力密集 这个比较强调用设备密集 这个时候要怎么做 我们先假设 这两个方案的总成本来做个比较 总成本分析法 把总成本分析法里面 就是假总成本来等于 总成本来看看 这个假总的固定成本里面 就是36万的总固定成本 加上单位的变动成本 乘上那个量 等于以方案的总固定成本的108万 加上每个单位的变动成本的60块 乘上那个量的时候 可以算得出来 当销售量在16000件的时候 两个方案的总成本是一样的 当销售量在16000件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一个分析 我们把销售量从15000件 16000到17000来做对比 方案假在16000可以赚360块 16000件的效率 在17000件的时候可以赚405 在15000件可以赚315块 那乙方案呢 在17000件的时候赚450 我们可以看到乙方案的17000件 比假方案的要赚得多 可是乙方案在15000件的时候 只能赚2007 比假方案又少 这就表示啊 两个方案之下 它的决策点不再是成本或者是效益 而是你要去判断 这个投资下去 未来的市场是偏向15000到16000的 还是偏向16000到17000的 如果将来的市场有比较多的销售能量的话 我的投资方案是考虑到乙方案 否则的话 我的考虑到假方案 因为销售量少 我的获利会比这个方案要高 这叫做成本无差别点的概念 那在这种成本逆转的方案 那在这种成本逆转的方向发展方面 在这个地方叫做服务无差别点的概念 我在描述这个过程之前 先看看有一些产业 餐饮业 美法业 或者说是维修业等等 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四中间 这个像要去做头发的女生大概很少 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就很爆满 或者礼拜六 礼拜天 这个时候一个美法公司 他到底要用多少的美法师 才算是最恰当 餐厅也是一样 礼拜六 礼拜天 或特定假日啊 爆满 甚至预约啊 这个都很难预约的到 那平常随时随时随地去 搞不好都有位置坐 那这个服务生要请几位 才能刚刚适当 这个时候我们说 当如果在礼拜六 礼拜天 服务最需要的时候 我们会发生服务缺口 在平常的时间 又会有服务的闲置人力 如何去取得一个平衡 类似前面的无差别的概念 我们还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好了 西歪美法院 提供两种形态的减法 标准型跟特别型 这个该院现在固有十位全职的美法师 平均每周工资跟福利是周星四百 如果工作复合超过可用的时数的时候 有些美法师就必须加班 那加班的工资每小时十五块 每一个标准的法型是三十分钟 每一个特别型的法型需要六十分钟 OK 那这个三十分钟六十分钟 然后又牵涉到第二个概念 叫做瓶颈的设计 就是一个六十分钟的特别型的头 可以离两个三十分钟的标准型的头 大概是这样子 那西歪美法利用惯例 周二到周五工作六个小时 周六周日工作八个小时 还有礼拜一休息 这个案例里面 我们先要了解一些基本的统计资料 就是礼拜二到礼拜五 平均有多少人来 礼拜六到礼拜天又有多少人来 这个时候做了一个统计 平均来客的数字 标准型礼拜二到礼拜五 每天四十四位 特别型二十五位 礼拜六的时候会多一点 加起来大概是一百位左右了 可是礼拜天最多 标准型有六十六位 特别型有五十九位 超过了一百二十位总共 大概是这样子的 那请问这个美法院 要有多少美法师才刚刚好 虽然我们前面看到了 他提到的这个西歪公司 有十位 到底这个十位啊 在这个安排之下 合不合理 过多还是不够 现在这个老板想要了解一下 那我们先看看 所谓的闲置的时数跟 那个加班的时数 就是缺口 缺口 跟闲置 那首先看礼拜二到礼拜五 可以用的是有多少 需要的小时有多少 可用的超过需要的就有闲置 可用的少于需要的就需要加班 就有缺口 OK算起来啊 礼拜二到礼拜五啊 每天都有十三个小时的闲置 礼拜六还有七个小时闲置 礼拜天没有 礼拜天呢是需要十二个小时的加班 所以总total来看 可以用的时数是220个 需要的只有212 看起来是可以cover 但是分配不均匀 所以礼拜天是cover不了 礼拜天还需要十二个小时加班 大概基本的是这样子 现在我们来开始看 到底这个西湾美法院 多少的美法师最合适 多少的美法师最合适里面 我们说需求的小时 除以每一个全职人员 可以提供的小时 可以算出预计预计人力的配置 每周需求的总小时数是353个小时 在前面有算出来353个小时 那换成约当的全职人力 因为每一个人每一周是40个小时 我们从礼拜二到礼拜五 平均每一天47 礼拜六73 礼拜天92 这个小时数出来了 所以加出来以后 每一周353 那每一个人可以提供40个小时 所以每一周换算的约当人力 是8.825个小时 8.825个美法师 这个有点奇怪 干嘛这样算 我们先算一下 大概约当是多少 跟着再来看加班成本 如果说 如果说 我们只用8个缺的0.825 我们可不可以用加班来替代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10个人减少两个 只剩下8个 剩下来这个0.825的缺口 就用加班 可是每一个小时 加班成本是15块 一个全职的美法师 正常每周薪支400元 400元可以加多少 400元 如果每周加班时数 超过了26.667个小时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要用一个全职的 而不能靠加班 因为他已经超过了加班的上限了 那如果说 换句话来讲 这个约当的加班人数 就是超过0.667个 约当全职人力的时候 就征雇一名 全职人就比加班要来的划算 而目前 我们这个公司是8.825个美法 美容师 他的这个超过的0.825 已经多超过了0.667 所以基本上这个美法院雇用9个 9个美法师最为恰当 这个时候呢 服务的缺口跟闲置的人力 可以获得初步的平衡 这是西湾美法院怎么去计算的 表示他现在的人力 10个是多的了 我们从这个例子里面来看 第一个例子里面 考虑到是未来的趋势 销售趋势 第二个例子 要考虑到未来的加班 时数的多寡 第一个例子是制造业 制造业 第二个例子是服务业 那服务业其实要算未来的服务做法 是很难的 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那个美法师的这种工作啊 基本上采预约制 所以各位同学可以发现啊 要去做 要去美法院里头发的时候啊 大概女生都会强调说 要去做预约 预约的意思就是他们可以把他们的 人力配置啊可以调整 他会说这个时段我满了 你大概什么时候来 就是希望能够做调整 但是啊 有的时候未必尽如人意啊 有些临时的改变啊 本来都约好了 到时候不来你也拿它没办法 那怎么办 所以原则上用预约制 但实际上还是会有这种现象 也有临时要来的或者临时不来的啊 这种情况之下如何去计算 几乎几乎无解 我们这边虽然提供了一个计算的基准 想要依赖这个计算的基准 我就解决所有问题了 很抱歉 大概还是没有办法 可是前面制造业就比较有把握 在服务业里面怎么办呢 现在最常看到的策略 服务业里面是 将退休的 或者说是以前工作过 后来因为家庭因素 又回到家庭去的 纳入所谓的 临时加班的储备人力 这是服务业里面现在看到的 不管是餐厅也好 在美法院美容院也好 大概都有这种做法 有一些美法师美容师 他也许家庭的因素 然后家里面小孩子慢慢要成长了 他没有时间出来做了 他就回去帮助家里面 那刚好周末日人特别多 老板打个电话 或者平常晚上突然人多 你可不可以过来帮忙两个小时 这叫做弹性的能力 人力 实在不行了 就干嘛呢 找人力仲介 叫做派遣人力来安排 大家知道派遣人力吧 派遣人力就是人力仲介公司来派遣 现在的派遣人力的范围越来越多 包括这种美法美容餐饮业 都有派遣人力做调整 所以基本上这种计算 大概只是变成一个参考 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后的依据了 OK 再来看看 这个所谓的转期非定习性的决策 那这个非定习性决策里面 我们说转期非定习性决策的考量里面 特殊订单是否接受的决策 我们必须要讲 这种决策的案例 跟前面的管块不太一样 前面的管块大概会描述一个模式 或者公式 把这个模式或这个公式了解了 这个章节就差不多可以克服掉 我们在那个变动成本法里面 就会有一个模式 什么叫做变动成本的概念 透过这个概念去算 就可以算出来 那个成本数量内容飞机 会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它包含了 水一两瓶的公式 它也包含了这个 那个云印杠杆的公式 这个公式要背起来 就可以应付这个章节了 那到了这个 整体预算与利润规划的时候 它这个模式 就是什么叫做一个预算的模式 也要了解了 大概盯来将长水来吐烟 可是非利息性短期决策 没有一个共同共用的公式 可以来套整个 也没有一个共用的模式 可以套整个的不同的决策状况 虽然大同小异 但是呢这个小异啊 还要特别注意 所以就变成case by case 在特殊订单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哪些条件 这些条件之下 有决策的基准 我们比方来讲 有没有闲置产能 是一个主要的决策点 如果有闲置产能 订单每个单位的价格 只要大货 它的变动成本就可以接 因为你这个闲置的产能 公司里面 反正闲着也闲着 这个时候额外订单来了 只要能够超过我们的变动成本 就有编辑贡献 那就可以做了 没有闲置产能 会比较辛苦一点 要不要接这个订单 就要看这个订单的价格 会不会高过变动成本 加上机会成本 意思就是说 变动成本本来就要cover 我已经都满载 为了接你这个额外订单 我会抽我原来的单子 来抢你这个订单来做 我抽掉那个单子里面 就有机会成本跟利益 我本来顺利的做这个单子 我这个单子呢 可以赚到比方说一百万 现在你要跟我来 这个来来插单 我把这个订单抽走 我这个机会的一百万 我要算到你这个 新的订单上面 这要是机会成本的概念 否则的话我干嘛要抽单 OK 所以它这个是叫做 先看看有没有闲置产能的状况 再来决定 我们就case by case 就看不同的案例 西湾公司 它扩充的结果 今后数年产能 将超出国内需要 每一句话都有玄机 这前两句话就表示 它有闲置的产能 因为扩充 所以今后数年内 产能都会超过国内需要 就表示有多余的产能了 那刚好下个年度呢 可以额外使用的机器工作小时 还有两万五千个小时 这个都是有一些 暗藏玄机的意思 那现在接到了国外的两份订单 其中一个是假产品 200万个单位 每单位出价0.038 另外一个是以产品300万个单位 每单位出价0.05元 公司里面 这两个产品的成本结构如下 如果是看到这两个成本结构 就会发现 好奇怪 假产品 那个客户出价是0.038 我们的成本 刚好也是0.038 以产品客户出价0.05 我们的这个成本是0.054 所以乍看之下 一个老板 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 而且这两个产品 两份订单都不是常态性的 都是额外的订单的时候 大概最多最多会同意接假产品 假产品我不赚钱 我虽然没有赔 我也没赚 我接它的目的是 反正产能闲着 因为接你的单 我可以希望能够拿到cash 因为我额外帮你生产的 所以我希望cash flow好一点 了不起就是这个样子了 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子呢 从这个成本结构 传统的报表里面成本结构 其实看不出任何的情报 我们还希望多了解一下 这个间接的生产费用里面 所谓的0.012跟0.016 怎么来的呢 原来是用机器工作小时来分配 分配率每个小时是两块 好吗 好吗 好吗